今天是12月31號禮拜六 因為來的時候我真的感冒太嚴重 一直不太想出門 是因為我發現 在這種天氣啊 我很難從事一些戶外的活動 然後今天的天氣啊 特別暖 那個雪都融化 然後都很泥濘 然後又髒髒的 除了這個之外啊 還變得非常的滑 地上身體又好一點 所以想說用走路的 走去Kupa Loka 大概要走20分鐘吧 你看這個雪 今天的晚上啊 跨年不會再呼吻了 我可能就是一樣在民宿 然後看電視光 這個是他們當地的7-11 你看前面人越來越多了 再說一次 Krupufki 慢慢 Krupuf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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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條街 現在大概是下午一點多了吧 人就好多喔 幾乎大家都是來這邊跨年度假 好冷喔 好冷喔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紀念品的店 Oops 我想 買一隻娃娃 送給 伯伯 這會不會太恐怖了 哇甜甜圈 哇 這甜甜看起來好好吃喔 哇好多人喔 我覺得這種感覺就像市集 然後又 還蠻熱鬧又舒服 我喜歡啦 這邊因為它是觀光景點 所以它的物價就很貴 哇前面有街頭表演 巧克力 哇就是那個 一顆馬鈴薯切的 洋芋片 這條街蠻長的我覺得 但賣的東西其實大同小異 你看眼前那個麥當勞的屋子 就很特別 這裡唯一的對我來講 唯一的大缺點就是太冷 如果它不冷的話 如果它不冷的話 我倒是蠻喜歡這裡 說真的實在話 那個帽子啊 是傳統波蘭帽 就黑色的 然後圍一圈 圍一圈紅紅的那個 如果你有機會啊 你冬天來這邊的話 你可以來感受一下這個風 我也是很好的 只是巴老師 我這個人本來就不是 不是冬天的體質 實在是不太喜歡 你看馬好辛苦 請大家不要騎馬車好不好 拜託 我真的很覺得馬很辛苦 如果你可以的話呢 自己用走的 自己用走的 不要去坐什麼馬車 馬是一個很可愛的動物 不要虐待它 這裡好多紀念品喔 這是他們傳統服飾 還有傳統的內褲 有一隻北極熊 你跟他拍照應該是要前的 那裡 我要跟大家講 終點到了 之前已經是街的盡頭了 整條街的長度真的很長 我也沒有計算 我會回去再谷歌一下 我剛剛是找到前面那裡 結果我們剛剛走那個地下道呢 起來之後呢 原來 還有 感覺隔了一條馬路啊 又是另外一個市集這樣 哇 這是賣什麼的 我的天啊 這條街也好長喔 你看前面 人也太多了吧 哇 這邊就 你看這邊每一家賣的全部都一樣 眼前這些是波蘭的傳統奶酪 這裡到處都有 這好像爆米香喔 我發現這邊會比較像傳統市集耶 就像台灣的傳統市場 但這裡啊 沒有在賣菜的 這邊就是賣一些 市的啦 還有一些傳統手工藝啊 這些東西 只是他的感覺起來 就是跟傳統市場的那個氛圍 是很類似的 這裡人超多 跟剛剛那邊比起來 這邊人反而更多了一點 你看這邊風有多大 呼呼呼呼 去庫巴洛卡 好啦 各位庫巴洛卡到了 在上面 他說可以坐纜車上去 或者是自己爬上去 我不知道要去庫巴洛卡 要排這麼長的隊伍 而且這樣買票 一定要記得買票 這裡就是庫巴洛卡 我已經上來庫巴洛卡了 我剛剛呢 那一路搭纜車的時候 真的是有點措手不及 來不及拍 因為呢 那時候排隊還很長 我想說還要等很久 就把相機收起來 沒想到嘶嘶嘶嘶嘶 不到幾秒鐘的時間 我就要上車 而且一上車啊 它又不是 它又不是車很 裡面很寬廣 沒有它擠得跟沙丁魚一樣 我根本也沒辦法拿相機 來吧你們看一下我眼前 這個景色有多美 我想要去下面那個平台 我們走去那裡看吧 這裡超冷 但這裡好美喔 但風好大喔 為了要拍一個最美的畫面 再冷 也要來拍 但這裡好多人喔 看一下前面 這個距離看還蠻漂亮的 那個山好美喔 那山也好美喔 但好冷喔 風超大 這個應該是 嗯 扎克帕內 哇這風也太大了吧 晚上大概跨年來這邊 然後看到煙火會很美 你們看我的臉就知道 我連那個時間想來我都不想來 因為真的太冷了 這個時間 還在下午一兩點就已經冷得又死了 各位 如果你是喜歡冬天的人 這裡真的非常值得你來 雖然我這種口氣跟這種臉 但是沒辦法說服得了你 但 我相信我拍的畫面或許你會喜歡 我剛剛看人家吃玉米 我就好想吃喔 所以現在去找 賣玉米的 啊 找到了 我要吃玉米 太冷了 我買到了玉米 好冷 啊怎麼吃啊 因為剛剛搭纜車上來 現在決定要用走的走下去 結果沒想到 要下去的這個路啊 真的很泥泥 然後都是泥巴 我現在整個腳啊 我發現我的鞋子應該是毀了 我抓的鞋 這是什麼聲音 那是風的聲音嗎 不怕 我發現我的鞋子 它是風的聲音 我發現我的鞋子 是風的聲音 那是風的聲音 那是風的聲音 不要走 它是風的聲音 它是風的聲音 那是風的聲音 它是風的聲音 好討厭這種路喔 快要煩死我了 我覺得 啊 我的腳指頭好痛喔 這太陡了啦 而且我的腳好痛喔 有點後悔 它來不及了 已經沒辦法返回 只好硬著頭皮走 那我現在我的指頭痛得要死 啊 如果你們有來這個 KUPA LOCA 你們就坐攔車就好 不要選擇走路 我差不多快要 抵達 終點了 這一路上啊 用走的真的是快要嚇死我了 又抖 又滑 又泥泥 雖然 前面的月看起來很美 是真的很漂亮 但 我根本無心去欣賞這些美景 我光 這一路我就一直看地上就好了 你會滑倒 會一直滑倒 一直滑倒 終於下山了 天也快黑了 這個是用羊跟牛的那個牛奶做的起司 完全沒興趣 離家很傳統的當地的餐廳 然後它的Menu呢 是一個很像斧頭的 實在是有點障礙 這斧頭太大了 然後就會打架 不太方便 這是這家餐廳的名字 傳統的波蘭餐廳 我剛剛喝完了洋蔥湯 喝完了才記得要拍 洋蔥湯它給的這個麵包丁實在是好大一盤 但因為我不喜歡吃麵包丁 所以我就沒有吃 我們看一下店內的環境 這都是木造的 然後 他們都有這種毛肉裡面 每一張都 環境還不錯 然後音樂我聽不懂 我在等我的烤三文魚 我的烤三文魚來了 然後來一個沙拉 上面那個醬 很不好吃 我可能會直接把沙拉拿來沾這個 沾這個吃 這是剛剛吃的那家餐廳 現在氣氛超好 然後我剛剛已經吃飽了 就是心情好 從我出門啊 到那個剛剛的那個 哪裡 我忘記那座山叫什麼名字 給我想一下 你看越晚越熱鬧 你們看我發現什麼 野生的路 就在馬路邊耶 好可愛喔 當然是野生的路 新年快樂 希望 你可以找到很多食物去喔 再見